嗯 不错 就这么干 用不了几天啊 这个陈六子就撑不下去 要不是咱们青岛睡手啊 他早就滚蛋了 都说这个陈六子 有两下子 我怎么就没看他两下子在哪 你看着 将来他开张之后啊 跟他打交的那些人大不了 还是那些乡下的小贩子 描护他 他那些货 甭说是 发到外部去的 就是本部这个部店啊 也不一定卖他那些破烂货 说陈六子厉害 那是赵东京在吓唬你 他的部全下了香 根本就赚不着钱 前天 我到部部走了一圈 就没看见飞虎牌 想说 呦 贾小姐来了 嗯 好好好 你这是大文啊 让我一看他就没活 好 当心外面进来人 你怕什么 这是咱们家你怕什么 那要是你老婆也进来了呢 那真好 甚至我跟他说了 好 好 好 掌柜子 咱这部染的不少 卖的不多 出货也不快 我看他这机器啊 是不是停一停啊 六哥 要不然咱们也做点广告吧 我写了稿子 念给你听听 念念念念念念 青岛大花燃场的飞虎牌染色布 不雕色 不缩水 红布四那观云长 黑布四那黑张飞 听听听听 什么观云长黑张飞的 你这都不沾边的事 你说你这是哪跟哪 你这是见了丈母娘叫大嫂子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嗯 六哥 六哥 我家居 咱现在的布 大多是让乡下的布饭都给蹲去 这帮人不但给的价钱低 要的批量也小 这不是正当 这绝对不是正当 这是过去我在周村市用的办法 现在是青岛 既有船又有海 过了海就是东三省 过去的法子现在看来是不灵了 共襄造网爷和共襄玉皇大帝 根本就不是一个共襄法 我这几天一直睡不着觉 出去也看了四五天 咱的办法得改 照这么下去别说挣钱了 不赔就不错了 那怎么办呀六哥 我这几天琢磨着 咱要想干大 就得让商家有利可图 咱第一要抓住外部的大买家 第二 让青岛所有的十八家布铺 都卖咱的废户盘 那他可容易 孙明祖啊 在这经营了多年 那些客商呢 都是他的老主顾 怕是一下子拉不过来呀 他娘的杨学生这么难对付 你都弄回家了 我就不信你拉不回来一个客商 六哥 这是两码的事吗 什么两码的事 这男人女人都是为了钱 不为钱二太太能跟你 老五你别走 掌柜的 你别害怕 我不是对你 也不是对东家 我这是着急 我这是 咱们三人得好好想个办法 我说家居 你得改个地方住 什么 你说二太太跟着你吧 本来是要想轻浮的 你非要找什么共同语言 结果二太太福也没想上 你共同语言也没找着 你们俩 是公鸽子碰上了母班就 远看模样差不多 其实根本就不是一类 这样 你带着二太太去住渤海大酒店 看着海谈着情 她又能想着福 你也能找到你要的东西 兴许能弄出个四五六的 费用算贵上 六哥 你这是 我这不是往外轰你 是让你干大事 我让王长庚盯了十多天了 孙明祖的客商一共分两路 从东北来的那一路 下了船就住渤海大酒店 坐火车来的那一路呢 住的是李三客栈 这一路不用你管 你就在渤海大酒店等着 看见来敦步的 二话不说 见面你就请客 然后再把你的中文阳文都有的片子 往上一递 他们就得傻眼 你留过学又有泰头 又是学染汁的 这在青岛可是独一份 咱的步和孙明祖的步价格是一样的 但咱跟他有协议啊 不能降价 我们是刚开始干 要是规规矩矩的 永远干不过孙明祖 怎么办呢 咱就暗地里拉到客商 一批步里多给他无耻的好处 我就不信他们不动心 六哥 这样行吗 怎么不行 沈阳也有染场 可大老远的他们为什么坐着船到青岛来 还不就是因为青岛的步比沈阳的便宜吗 在青岛干买卖就是钻空子 青岛这个地价 洋人收税收不着 北洋政府呢 又不敢跑到洋人的地盘上来收税 大家都是图钱 什么孙明祖的老主顾 咱给他的力大 他就是咱的老主顾 只是咱刚开始干 不如孙明祖的战条本有名 可是咱染出的布 生生的就高出他一头来 两家的布放在一块 他的布啊就是光宫身后的周仓 根本不是一道局 你看孙明祖染的布 黑漆造光的 什么玩意儿 小军 你就放开了请 请上三桌客 拉来一个客商 你就是投工一件 请客你比我内行 只要你和这包人吃上饭 剩下的事就我来办 六哥 你这么一说 我这心里就有了底了 老吴 掌柜的 你去波海大酒店 订上半年的房子 这些客商都是常客 你让掌房看见他们以后 只要见着来敦步的 就上楼告诉东家 掌柜的 我这就去 去 掌柜的 咱订着半年房还还价吗 还价吗 你照着脚后跟还 这一码是一码 哎 小军 你告诉波海大酒店的掌柜 只要咱挣了钱 也有他的份 现在的人呢 你要不给他点好处 让他帮着咱干事 连门都没有 六哥 你在染槽上跳来跳去 我在酒店里看风景 这心里不是滋味啊 我在染槽上折腾是为了咱们买的 你去喝酒捞肉也是为了咱们买的 你只要拉到客商 就是头工一件 赶快回去收拾收拾 带着二太太去吧 我刚从家里撒了风出来 我这一回去 她不会以为我怕她吧 我说家居啊 你就别孩子气了 你是我兄弟 你家大太太我也见过 她虽然没见过世面 她带到哪都不寒碜 你完完全全可以把她带到青岛了 一家人既有疼又有爱的 多好 你非不听我的话 你发丧弄上套 和尚道士的 添着一份乱子 兄弟 本事大不如不瘫上 瘫上了 我看你就将就了吧 柳哥 这半年的房钱也不少啊 我说家居啊 我没上过学 也不认识字 也就知道点事 所谓知道的事 也是你天天给我念报纸念来的 这干买卖 有的钱能省下 有的钱 就不能省 你省下的盐 可能就酸了酱 咱花的是小钱 可挣回来的却是大钱 你就别想钱的事 带上老二去包海 嗯 六哥 你这个名字给他取得好 以后啊 我就叫他老二 老二就老二吧 兄弟 可别再等着个老三了 不会被我教了呀 哎呀 吕把头 你可没把我给吓死你 我还以为是何大庚的人来了 何大庚 还他娘那何二庚的 吕把头 嗯 有事 有事 啥事您说 刚才没把你这个老小子吓死 现在就得让你乐死 有董布的没有 今天没有 你是来接谁的吧 谁也不接 我是打麻将做上甲 结婚儿 瞧您说的 我们陈掌柜的 让我来给你送两个钱划划 陈老板 送钱给我 嗯 有什么事啊 他想在你的店里放个人 谁呀 别是范大烟的 你才是范大烟的呢 给你放一个干活的人 嗯 你别怕 就是让他在这盯着 只要圆横燃场的客商一到 你就告诉他 他就回去报信 我就来接人 我们陈老板一年 可是给你十块大洋啊 这是五块 顶金 我还以为什么犯王法的事呢 这好吧 圆横燃场西路的客商 全住这儿 保证一个拉不了 陈老板我见过 那可是痛快人 行 您放心了你 准宝全给你接住 高掌位的 这些顿布的贼高的 都是些什么地方的人啊 全都是维县郊县这一带的 最近还住进了 黄华 任秋 天津附近的 这青岛的羊部便宜啊 加路费都回去 合适 高掌柜的 以前碰上过这么好的事吗 没有没有没有 我也没碰上过啊 我也没碰上过啊 我是从来没碰上过啊 行 就按您的意思 高掌柜的 谢了 高掌柜 bra 市场众里是哪一位 恐惦伅 一招告诉你 您抵护了 我还请你把这些货的来 所以区群都能打开 我当倒下完 我什么都不要 通告马掌柜的 就说大华燃场陈寿廷造法 陈掌柜啊 哎呀陈掌柜 你好你好 马掌柜气色不错 做你不错 陈掌柜 请 陈掌柜啊 你的布染的确实好 气鲜亮又脆身 特别是那一九燃 真上眼啊 不过 孩子性的 老百姓没买过 怕掉颜色 再说呢 价格不比原恒的低 所以呢 卖的不快 很贵的 哎 孩子再歇 你也不可能给我食品物卖撒月 哎 陈掌柜 您是大买卖 我们是小买卖 这小买卖啊 讲的是赚的快 你的布呢 卖不度 所以啊 我也就不敢进货了 哎 不是我不帮忙啊 哎呀我也实在是没办法呀 我来给你送办法来了 哦 陈掌柜见多实广 快说出来听听 让我也发点小财啊 小财 是 发点小财 哎 你店里有多少个伙计 三个 你问这个干什么 年下过年 你给他们多少洗面 就是过年的钱 沈掌柜啊 染布你是内耗 这开布铺啊 你就是外耗 发什么钱 咱管饭还给钱 有那样的好事吗 这满街全是要饭的 有个吃饭的地方就知足了 这全青岛啊 没有一个布铺发工钱的 不过 这大伙计就是他们的大师兄 过年回家的时候啊 我就给他一块布 烧回去 给他爹做个挂子 他爹拿着这块布啊 满村里宣扬 这可是他儿子挣来的 发什么工钱啊 要是给了钱 他爹还不烧出毛病来 老兄 你这是借驴拉墨 白使唤的 你这样 你让你的伙计 年下到我那去领钱 一人一个大洋 让他使劲给我推销非虎盘 怎么样 好 好啊 陈掌柜 你把这钱给我 我发给他们 省得他们一个一个麻烦你 哈哈哈哈 我要给你啊 你就不给他们咯 哎 马掌柜的 你的我另外给 你卖我一批布 我多给你二尺的钱 也就是两毛 你卖五批 我就给你一块 现在乡下一亩地不到十块钱呢 你要多卖个几百批布 可就是十亩地呀 马掌柜的 这是小财吧 怎么样 好 好啊 二次 哎 掌柜的将军俩上了一会儿 好啊 掌柜的 这是大华燃场的陈掌柜 从今天起 你们要使劲推销非虎盘 有买布的 就对他说 非虎牌好 颜色鲜亮不掉色 啊 陈掌柜说了 你们谁卖的好 年下美人一个大牙 快谢陈掌柜 谢谢陈掌柜 弟兄们 我陈六子说到做到 你们要是不信呢 我马上打翻人把钱送来 不用 不用不用 那好 马掌柜的 告辞 行 哎伙计们 你们呢就可劲给我卖 等发了财赚了钱呢 一块不行 咱就两块 啊怎么样 好 好 安掌柜 哎 慢走啊 告辞 不送了 不送了 看货 谢谢 谢谢 好啊 辛苦啊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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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车吧 您看我像坐车的吗 不瞒您说先生 我第一天干 我哥告诉我 瓜子上没布丁 我就得过去问问 你是第一天干 是第一天 从这儿拉到前后 这海盐得多少钱 两分钱 不过先生 您如果真的要做 一分钱我也干 好吧 哎 万事开头难哪 兄弟 当初我做买卖不如你呢 今天咱们见面了 就是前世的缘分 我今天不坐车 我在这儿是等人的 来 给你一毛钱 拿着 呦 这个我不敢要 我不敢要 这个怎么能 你怕什么呀 我既不是土匪 又不是恶霸 我是大华人城掌柜的 你这拉车啊 得有车份 要是交不上去 得自己赔一上 兄弟啊 这做买卖 什么时候都能赔 就是刚开张不能赔 来 给你一毛钱 让你开张 来来来 那谢谢掌柜的 谢谢掌柜 走吧啊 谢谢 谢谢 陈掌柜的找我有事啊 你给我使劲卖 每批布里 有你一尺的好处 年下到我那去结账 陈掌柜放心 这事我准办好 只要飞骨拍卖的好 咱就少尽元恒那战桥拍的 陈掌柜的 那我先走了啊 好 这六哥看上去挺土的 可是出手很大方啊 是干大事的人 你不是说六哥 是个土老辣子吗 我是嫌他反对咱俩谈恋爱 所以才这么说的嘛 她是有本事 可是她根本就不懂 心事的男女感情 六哥不懂心事的男女感情 六哥谈恋爱的时候 你还没上学呢 他和六嫂十五岁就在一起 青梅竹马 两小无猜 那只能是在书里才有的爱情 你抖个屁 任掌柜 任掌柜掌柜掌柜掌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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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的二太太兼私人秘书 王贵珍 你好 好好好 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 来 这边 请坐 好 任掌柜 要不要换点我们这个青岛的啤酒啊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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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了 客气了 不用 不用 客气了 客气了 挺 挺 好 吃给你新笼啊 谢谢 谢谢 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 谢谢 那不是长春的老任吗 他们怎么认识的 卢家军是有点风度吧 你看人家那派头 他派头 他那合伙人更有派头 连一个字都不识 老任这次来 怎么没跟他们联系啊 甭管了 明天一定会来的 走吧 咱们换个地方 老板 来啊 Xia gentleman tekrar 来啊 隐家国家 Santa Ana 说得辛 provided 家人是苹果 foot 放啦 陈老板 来点 好 来三个犹条 一碗豆浆 不开 没有 człowie 老板 快快快 掌柜的 您住这儿啊 是你啊 我拉您上工 不用 走走走 我不远 这一天 我总寻思的要再见您一面 那天您给我那一毛钱 真是帮了大忙啊 您走了以后 我又挣了一毛一 是吗 我哥才挣了九分呢 这个钱 我说什么也得还上您 不用 您赏车 兄弟 跟你说实话吧 我是要饭的出身 你坐车我拉你行 你拉我 不行 我来青岛也坐了两回车了 我坐在上面看别人拉 心里不舒服 你还走 这没啥别扭的 你有钱人就是在坐车 我们钱人就是要拉车 兄弟 我这还有事呢 我那天看你没生意 才给你一毛钱 你这还没完没了了 赶快走吧 走吧 走走 快快 小妹妹 你们这人来人往的 这这这干什么去 我们要游行 反对把焦州湾割让给日本人 这事你不懂 老吴 东家 掌柜的不在 掌柜的出去了 老吴 咱这货走得怎么样 东家 这外部出货明显见快 在这飞虎盘 总算是飘洋过海去了东北了 哈尔滨老孟又来电报了 让咱被货 让咱备货 东家 这都是您接来的 这渤海大酒店没有白住 这才几天啊 房钱全挣回来了 光挣房钱还是不行的 还得盈利呀 东北那些人挺豪爽的 比乡下那些小部分 对 对于我来说 做这个生意还是可以的 还是六哥说的对 有些钱就得花 东家 那些个小部分 让掌柜收拾的也没脾气了 现在咱们是二十匹起卖 以后啊 这一匹两匹的 还管什么中午饭 咱就不伺候了 现在孙明祖已经知道 我们在渤海大酒店接了他 待会六哥回来 我们还得商量商量 要是他也商量去住 咱怎么办 东家 这个事你就有所不知了 那些客商 以往是自己花钱 住在渤海大酒店 现在呢 是咱们花钱 让他们住在林海大酒店 这林海大酒店 是桓台苗家开的 当年掌柜的去苗家要饭 正赶上 苗老太爷的儿子留学回来 他就是现在 大名鼎鼎的苗汉东啊 现在苗汉东在济南 开着面粉厂 当时 他一见掌柜的可怜 就给了掌柜一个馒头 从那时起 掌柜的年年去苗家拜年 十几年 年年如此啊 进了门 二话不说 跪下就磕头 这苗先生是大为感动 多次想让掌柜的 去济南跟他干 可掌柜呢 不忍心扔下 通和周老爷的一家人 所以呢 就没去 现在 咱们住在临海大酒店 掌柜的本是想 回报当初 苗先生的一个馒头 没想到这事啊 让苗先生知道了 从济南发来电报 让酒店 不收咱的钱 还说 等买的干大了以后再说 这酒店 不接待孙明祖 吃 可以 住宿不行 他不能住店 怎么接担的客户呢 东家 你认识苗先生吗 苗先生 是山东 最爱人 敬佩的工业家 也是 留学的前辈 他是带着 清朝的便子 去的英国剑桥 听说 人也长得 极其的气派 这是无缘一见 等哪天有空的时候 让六哥 领我去济南 见见这位苗先生 哎哟 东家 还不止这些呢 苗先生还来了信 说是咱的钱 要是不宽说的话呢 只管说 哎 东家 你说这一个要饭的 和这一个留学的 那可是天地之别呀 掌柜的 能被苗先生这么器重 那也看得出 咱老爷的眼力了呀 老吴啊 你去把苗先生 写的那封信拿给我看看 哎 小姐 你知道外面这么热闹 是怎么回事 这跟咱没关系 你怎么知道没关系 说 怎么回事 哎呀 柳哥 你先别急呀 是这样啊 中国呀 参加了欧战 也是战胜国 在巴黎合会上呢 这个美国和英国 想把德国在 焦州湾的利益 转让给日本 所以学生们就游行 报纸上说 北平啊闹得更厉害 上海也闹 咱这晚刚开始 咱管不了这么多了 我看学生们游行啊 都举着翻 老吴 你叫上几个人 跟着东家 把咱仓库库存的 四十匹窄幅布找出来 全部做成翻 让学生们打着满街跑 六哥六哥 哎 那 那不是翻 发丧的时候才叫翻 是横幅 行 不管叫什么 反正就是学生们 举的那个东西 你这样 正面 打着游行的字 背面 写着咱的飞虎牌 你告诉学生们 咱这是送给他 不要钱 只要他给咱打着就行 另外你让吕登彪 联系各个学校 咱在厂门口摆个茶摊 一边送茶水 一边送饭 快去 嗯 六哥 这主意好 太好了 掌柜的 这四十匹布 可是不少钱哪 哎呀老吴啊 你让我说你什么呢 这四十匹窄幅布 放在仓库里 狗屁不是达到街上才是钱哪 快快去办去 哎 快去 你也去 我去 取消十一条 取消十一条 何国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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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神主任 费权活费 费权活费 取消十一条 利消十一条 管我倾倒 管我倾倒 外政主权 费权活费 内政国费 取消十一条 利消十一条 管我倾倒 管我倾倒 外政主权 内政国费 内政国费 取消十一条 看见了吧 这就是陈六子的精明之处 外政主权 内政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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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这些 取消十一条 这陈六子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招数 让这些铺铺的小伙计们 拼命地为他推销这个分户盘 如果照这样下去 过不了几天 看来他又得上一趟染潮子 不是陈六子 是卢家居 人家是留学生 那些招啊 都是从国外来的 那个小白脸是个摆设 你懂什么 那个小六子 才是主事的 你是不是 对这个小白脸有什么 有什么意思 卢先生 就是有派头 人家在渤海大酒店里办公呢 办公 他是在劫我的客商 咱们也能结啊 我比他更能结 可你不是怕花钱吗 咱还用结吗 那客商本来就是我的 要不是大华给了什么好处啊 他结也结不去 一会儿啊 我就派人去打听打听 看他们暗地给了多少好处 这还要问吗 大华给他们的暗扣 肯定少不了 这些人得了好处 谁还愿意上咱们这来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啊 现在的青岛 不比从前 多了个大华 咱们自己控制不住了吧 那个步铺我也问了 陈六子许愿 过年的时候 给步铺里的伙计 每个人一个大洋 长帮步铺的伙计们亲口告诉我的 我说明左 咱们也该改改了 再不改 这买卖越做越小 你看 这些天 咱们才出了这么一点点火 四眼啊 不是我不让你到渤海去接那些客商 关键是这些客商啊 来了和这个陈六子一接头 就不住在这儿了 住到临海去了 那咱们也去临海啊 你知道临海是谁开的 苗翰东 山东最大的工业家 那两个人现在是兄弟相成啊 你说也怪了 这一个要饭的陈六子怎么跟他攀上了呢 那表哭哭的 我看来这个人还不能小看他 那是陈六子他自吹 苗翰东能认识他 那苗翰东亲自给临海大酒店发了个电报 你要说是去住店 那个账房先生马上就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你看看 对我还抄一份 我这儿 你看 我弟在清生意初心 时速免费 聚贵汉东 你看 这能是一般关系吗 这陈六子还真有一套啊 明祖 这上面也没说不让咱们去啊 那你去住住看看 他要敢让你住 他那饭碗子就砸了 你说这个陈小六子也是 你到哪儿去不行非得跑青岛来乱我干什么 你真是的 敢放着钱不挣 帮着陈六子 会不会他在大华也入了股了 如果是那样就更惨了 我这点实力 根本就没法跟人家苗翰东去拼 那差远了 你去 福星醒了 看看去看看 你还什么呀 他就是不行你这个嗓子一个行 行了你快去吧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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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哭了呢 没事 捅捅他就好了 咋哭了 这个小六子 知道天哪儿也不说回来看看 是吧 男人没当过爹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喜是喜啊 但不揪心 可要是让他见上一面 那就不一样了 娘 那我就抱着福星去趟青岛 让他看看孩子呗 那可不行 孩子还太小 这天又稳不住 忽冷忽热的 别再闪着喽 你坐 这个小六子啊 你干起活来 就不要命 跟得了野马心似的 卢家这回真的是顾着驴了 卢家少爷人挺好的 但干不了什么 厂里的事啊 都靠寿婷在顶着呢 采新啊 寿婷这样的男人不好找 别怨他 这样 到了夏天啊 我让柱子送你去青岛 让柱子她媳妇也抱着她儿 寿婷见了呀 肯定高兴坏了 我看六嫂这两天不大高兴 是不是想六哥了 不光她想啊 我都想 我说呀 你会写字 不行 你明天过去和采金商量 商量啊 给六哥写封信 咱爹随时会写 可这不方便 写也行 可六哥不识字 还得让卢少爷来念 这夫妻间的信 让外人念 不太好 你说呢柱子 没事 也就是说说心里话 又没别的 我说啊 你也别等明天了 你现在就去采新那儿 先陪她说说话 来 拿着你的家伙事 和采新商量商量 今天晚上就写 咱爹呀啥都好 就是当初 没教我们仨识字 采新写不了 六哥看不懂 可气死我了 快去呀 掌柜大 掌柜大 你快去看看吧 东家二太太来了 在你办公室里 你哭哭咧咧的 你说他这是为什么 咱当初松渤海大女殿 撤出来 是因为不用在那截狐 也没跟他说 在那住一辈子 好像不是这回事 他现在是小库 一伙撒起脱来的话 那可麻烦了 东家以后怎么见伙计们 什么忙也帮不上 净是添乱子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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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啊 你知道我脾气急 你再闹我让你把你轰出去 说为什么 柳哥 你得给我做主啊 做什么主啊 家居也不在这 我做什么主啊 有什么事说 柳哥 家居他见我怀孕了 又在外面找人 找人怕什么呀 他找谁了 是电报局的 叫欧阳一帆 这名字 是他自己后来改的 大哥我同学 原来叫欧桂花 现在 名字里多了个羊 故意弄这四个字的名字勾引男人 改名就能勾住男人 那你也改啊 他不弄四个字吗 你弄五个字 咱比人家多一个 柳哥 我知道你还开玩笑 可这就不是开玩笑的事啊 家居他有父之父 二弟妹 这事你早该知道 家居早就是有父之父了 到你们学校 讲了两套西洋景 你们就好上了 你这现在还怀了孕 他家里大太太还没怀孕呢 你这要是生个儿子 长子不是正初 这以后家产怎么分呢 这都是麻烦事 再说了 你还从来没回过张店 见过家居他爹他娘吗 年下午回去 见他二老怎么交代 人家问了 我让你看着家居的 你怎么看的 他是大人了 又你管 那好 那还是你管吧 你要是没有别的事 我这车间正忙着呢 啊 六哥 六哥 家居最听你的了 你就说说他吧 六哥 别别别别别 家居也不是听我的 你看你们俩当初弄的 昏天黑地烟火流星的 你们俩都差点忘了自己是公是母的 当初我就不愿意 可结果呢 不但没劝住 反而把你给得罪了 那 那家居逛窑子 你也不管啊 不管 买卖人这不算什么大事 但老师不能逛 当老师要是逛窑子 他没法教学生 是不是 我说二弟妹啊 你和家居弄的这一出本身就不对 家居家里的大太太 是人家表妹 咱这买卖里用的还是人家的钱 现在家居找了你 人家会怎么想 我出的钱 让你在青岛弄了个小的 人家相亲你们这一出啊 心里跟吃了个苍蝇似的 你说相信女人有什么 不就有个男人吗 你还跟人家抢 现在你同学跟你抢你就受不了了 行 这事我跟家居好好说说 你呢也就八仙桌子盖井盖 随着方救着员吧 回去对家居好好的 你只要对家居好 他心里就有你 不管你的同学的名字 是四个字也好 五个字也好 只要家居不动心 他一点戏都没有 你就按我开的这个房子抓药 要是不灵 你再来找我 那 他找也行 就是不能找我鬼花 这有什么不一样 反正都是女的 那不行 他在学校的时候 就和我不和 你要是不按我说的这个法子办 他真能把你的同学娶回家 二弟妹 那四个字呢 真要进了你们家门 你和也得和 不和也得和 你是一点招都没有 你俩一个男人 这既不是轴里 又不是二乔的 怎么个叫法 我不知道 哦对了 你们俩的孩子将来 倒是一个弟 老板 你俩的朋友 让我去 让我来 描你 离开 说 你是不是 要是弄上俩 那整个张点成不笑掉大哑 家居 你爷老大不晓得 你说咱俩人 在青岛干买不容易吗 家里人都盼着 咱俩有出息呢 你六嫂要是知道 你唱的这出鸳鸯会啊 明天准来 你听见没有 打住 好 打住 六哥 我打住 其实 我跟欧阳不是真的 就是闹着玩 有副对联 是说唱气的 是这样的 金榜提名 须富贵 洞房花竹 贾音源 用的我这特别合适 这都什么烂七八糟的 你呀 赶紧把这事儿 实都利索 带着老二豪过日子